觀眾朋友 今天來講一下 長久以來都存在 可是看起來越來越嚴重的問題 是什麼呢 農村缺工 不管是說要補產 還是說要擦肢 要施肥 要收成 看起來農村要找到足夠的人力 去做這些不只是勞力秘籍 還是技術秘籍的這些工作 都找不到人 找不到人要怎樣 像接下來 蒜頭要大出了 接下來 苗子要大出了 之前這個農業問題大家很關心 特別是說過年前 這個臺北農產運銷公司說 連續修三天還修兩次呢 導致菜價崩盤 為什麼呢 菜是不等人的 同樣的 蔬果 所有的農業 農產品 通通都是不等人的 食物如果蒜頭啦 如果這個銀頭啦 這個高雷菜啦 這個農產品 在大出的時候 沒人可以收 要怎樣 只好放著 讓他在那邊荒廢 然後讓他根除 這個問題 長期以來都存在 可是汗起來 越來越嚴重 而現在呢 農村想到一個方法 說 不然有一些外勞 他可能呢 那個時間他也沒什麼事 又或者是說呢 他可能是這個工作 跟下個工作過渡期間 不然在稍微的時候 不然你多少來逗三天 現在在台灣 農村呢 有很多工作 是外勞在做 可是這個是不能說的秘密 為什麼呢 看起來通通都是非法的 一旦抓到的話 譬如說 我現在在種奶昔 接下來後來 後來要大出 他說 不然我叫兩個 換下來 到三天的 不然那奶昔 如果放在那裡 你不太暖去要怎樣 不好意思 政府跟你抓到 要一次 第一次發多少 十五萬 你是有多少 政府發這個十五萬 於是 很多縣市 呼籲中央政府說 你可不可以就 現在本來就很多外勞 在幫忙 臺灣的農業 不管是收成啊 或其他的這些工作 你可不可以就適度的開放 包括說 本來已經合法在臺灣 也許是看護工 也許是廠工的這些外勞 五六禮拜 你多做一些 多賺一些 然後也順便幫忙 臺灣的農業 又或者是說 那不然你整個開放專職的外勞 來幫忙 臺灣的農業 可是到目前為止 政府說 恐怕是不行 為什麼 問題卡在哪裡 而整個農業缺工的問題 又改如何解決 今天好 來談這個題目 介紹四位特別來賓 首先歡迎是農委會 輔導處的副處長 舒孟蘭 處長你好 大家好 再來歡迎是雲林縣 臺灣的農業大縣 農業處處長 林慧如 林處長 大家好 特別感謝 高雄大廚 來到這裡 今天一座樓 大樹的農會 推廣部的主任 同時 可能接下來就是 他應該算是苦煮 他主要是在種 這個玉核包 很貴很貴 這奶雞 收起來 價值好 應該可以賺錢 你如果大廚 沒人收 只好放在那裡 讓它冷 接下來他的問題 該怎麼辦 我們歡迎是鄭金強 鄭大哥 主持人 各位觀眾 大家好 這個外勞政策 當然要來邀請 臺灣國際勞工協會 TWA的研究員 陳秀蓮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接下來其實每一個月 幾乎都有這個情形 每一個月都有不同的農產品 要播種 要收成 不管任何時候都需要 農業的勞工人力 可是這些人力在哪裡 現在還看不到 雲林下個月進入大蒜採收期 一個月內要採收四千公頃的蒜 沒有工人的壓力極大 高雄大樹是臺灣最大的荔枝產地 尤其玉核包遠近馳名 每年到了採收期 十天內要採收兩千多公頃 採收人力嚴重不足 為解決農業缺工 如果在臺的六十七萬名外勞 一例一休後 每週選擇一天到農場打工 讓打工化岸為名是否可行呢 缺工嚴重的雲林縣農會表示 如果打工配套成熟 未來方案將採登記制 打工外勞由縣府和農會 統一分派 日薪至少上千元 在雲林縣差不多有七千到八千的外勞 在工廠裡面工作 那我們希望說這些外勞 是不是在政府的一例一休 他的休假時間上 能願意出來多賺一點錢 他願意出來就到我們一個平台來登記 我們會根據他的登記 然後再媒合出來給農民這樣子 然後也不用煩惱他的住的問題 所以其實這是最快的最有效率的解決農業缺工 全臺季節性缺工人次有二十六點七萬人次 農委會估計只要北中南 各有五萬名外勞投入打工 農業季節性缺工問題幾乎就能化解 但配套及法規問題還很多 農委會和勞動部還在審慎評估 電視我請教你 我今年不吃到奶雞 奶雞是當時要出的 正常會吃 可能是五月中旬 五月才有出 五月中旬到六月中旬 九日的五月 新日 新日 不然還有兩個月就要收了 差不多 那你說有人可以幫你收 這是我們奶雞在大廚的時候 是最困擾的一個問題 沒有人可以收 沒有人 那些計劃都很好 對 一筋 一筋的計劃 一筋一筋的差的計劃 最起碼 台金差十塊以上 一筋一筋差二六 一筋的差十塊 一筋的差十塊 那兩位差那麼多 對啊 請教 你們整個大廚 大廚應該都很多在種奶雞 都種育荷包 差不多八千 九千都是育荷包 荔枝有兩千公頃 那你五月開始大廚 一天要多少人去收 正解 在我們市府那裡有在問 缺工的問題 我有去做粗簿的統計 給我回報回來 超過一千人 那十五天來 那十五天 每天都要一千人 一千人以上 才有材料收完 對 那去年怎麼收完 去年剛好 收績不好 氣候異常 結果不好 所以說 那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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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年年 今年 風調五孫 到目前為止 開花 相當好 那 那 沒什麼意外 可能會大風修 這年 娘威 大風修 現在每天都要摸 沒人可以收 是啊 你說差不多要一千人 一日 照材料收 對 那今有多少人可以去 今 我們 鄭家 就是 老老婦 都老老婦 我們的工 如果說真的 要收穿的工 有可能 牽他到自己 牽他到台南 這樣 牽他到台南 這樣 高雄大手 對啊 附近就是沒工 一天工錢多少 一天正常 十五天 可能在千二 十五天 可能 如果像我這種漢草 比較好的 還有幾次 還可以爬到手 還可以爬到手 這種 我一天可以讓我做 十五天可能要 千五週有 可以爬到手 拆收下來 千五 找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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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人 就是年紀大了 事實就是 沒辦法 做得好 勝任這個工作 不要說你 你的情形都不要說 你說萬不利 共五十五萬 你所有食材 大手 政內支的 有請過嗎 其實台面上 我都不敢說有 據你所知 我們道聽途說 有 一定有 不然那些東西 要怎麼收起來 所以現實就是說 不管荔枝 不管大蒜 不管任何的農產品 在臺灣的農村 普遍存在聘請 非法外勞的情形 處長這個是 也發生在雲林嗎 是啊 是 很認真 很認真 你如果到 一次十五萬 是 購住 這是農民嘛 購住的農民 農民嘛 我們的農民 做產人嘛 是 不管荔枝 是 三 一次就給他發十五萬 發十五萬 他還要請多少 最多 十五 什麼意思 如果請一個多 你給他發十五萬 如果請十個 你給他發百五萬 沒有 分寧觀應該 我們會了解 農業缺工的狀況 所以 在分寧觀 勞工處的立場 農業大限嘛 沒辦法解決農民的 欠缺工的問題 當然 他去用到 非法外勞的時候 在分寧觀政府 立場使用 都是用最多 做彩法 最多十五萬 是 不管多少 他可能一均 賺五十五萬 一次發 就都 抓到沒有 為什麼這麼嚴重 是真的說 你15000 沒有人 不然你用2000 給他請嗎 是價錢的問題嗎 對農業來說 對農業來說 他請兩千 也不符合 他東西 沒辦法賣貴的 價錢 是 不可能啦 那不是說你價錢 就可以請有人 你身份拿那麼高 你就顛倒了 因為我們現在 有透過農會 把我們調查 國鄉頂農會 就是說 農民 他想要缺工的調查 他想要請的 價錢 就是一千九千里 兩千那應該比較有技術 是 像噴油 還是掛草 噴草 那都要兩千五 那個是完全技術的 這也不是說 很多人會要做 所以雲林縣政府 會特別呼籲中央 適度的開放外勞 進到農業 去補足農業缺工的問題 沒錯 因為在 雲林縣政府 老公處 在幾年 一百零六年的時候 統計起來 大概有六十二案 兩個六十六十二個案件裡面 有將近兩百非法外勞 OK 比去年增加一倍了 比一百零五年 就增加一倍人造出來 那是有抓到的 有財法的 有些是沒有財法 就是說 他沒有在現場 沒有現場 在那裡 在工廠的 那 就叫做 證據不足 了解 副作者 我請教您 當然也很清楚 農業缺工的問題 那這也是長期 您在努力的一個目標之一 可是許許多的縣市 不只是雲林 其他縣市 也都一直呼籲中央說 可不可以 真正 你說不可以說 那一千五 請不請就請兩千 兩千 說得難聽 我身份拿得高 還要拿錢 請兩天 哪有可能 第一個 價錢工資不可能再提高 但是在這樣的情形下 就是找不到人 原本要做的人 越來越老 你說七八十歲 又叫他八十歲 是真的 甚至是有苦心 如果是可以開放外勞 合法外勞 不是非法外勞 開放合法外勞 解決農業問題 為什麼中央一直說不呢 當然農業外勞的部分 他的一個開放政策 是勞動部主管的 我想這個大家都知道 不過 因為涉及到農業缺工 那當然農委會 必須要介入 來參與討論 那目前我們要考慮的 就是一個外籍勞工 的一個引進 其實基本上 應該是把它定位 是補充性的 換句話說 無論如何 我們要考慮到 國人的一個 就業的一個 權利的一個確保 這個是無論如何 都要做到 就是怕外勞 搶了我們工作 我覺得這個是 應該要 要考慮到的 一個問題 那其實我們不是 沒有考慮過 要用包含 剛才處長 或者是主任 有講到 可能是合法的外勞 然後在假日 到農場去打工 這個我相信 之前媒體也都有報導過 應該要去思考的一個問題 那但是我們其實 有去分析過 比如說 他現行的法規 當然第一個要修 因為他是不符合法規的 所以現行的法令要修 那另外外勞 如果在假日打工的時候 逃跑 或者是發生執災 這個責任歸屬 這個也是我們需要考慮的一個問題 那另外就是說 因為他本來就已經在某個工廠打工了 這個這個 某個工廠是合法的工作 那他現在假日到農場 農村去再去做一個 等於是只有兩天的一個工時 那這個工資的計算 還有一些 可能是分擔那個仲介費用 對 仲介費用 還有他一些保險的一個相關的問題 其實目前都還在延期 當然沒有說絕對不可以 但是目前確實是在研議中 在執行面還有法規面 確實有很多自然難行的部分 那因為國人的 就是臺灣就兩千三百萬人口 那所以你要有更多的一個勞動力 來補足農業缺工的一個問題 那當然目前我們也在思考 有沒有可能 就是臺灣有很多的 算是新住民 那新住民他們常常會有一些眷屬 就是從國外到臺灣來 去探親或醫親 那這個部分 這樣子的勞動力 是不是可以再使 就是去做利用 有效的利用 那這個部分 現在也是在跟外交部 還有相關的單位 正在研議中 OK 我們來看看 為什麼突然提出來說 是不是可以開放外勞 特別是已經進來臺灣的外勞 禮拜六 禮拜天 或是他休假的時候 到農村去打工 多賺一點錢 然後幫忙解決農村人力的問題 農委會主委 林聰賢說 會一直加強跟勞動部協調 只要法令修正跟解套的話 馬上就會釋辦 雲林縣長李靖雄說 農委會如果可以開放的話 願意率先釋辦 合法外勞的假日農工 雲林縣長說 我來做管理的問題 我來扶植 而且呢 會有機會開放 讓新住民的家屬 就是剛剛副作講的 用探親 用醫親的名義 來臺灣協助農務 嘉義也說 如果農委會開放 我來負責管理 再來提話的講法是說呢 修憑說外籍移工在假日打工 不是解決工人的問題 是解決資本家的問題 面對農業的人力需求 你是要合法的聘僱許可 用正職的工作來引進 不過 若農協會理事長洪長靖他說呢 你只靠那個外籍 一個禮拜要來做一天 這個對於勞動力嚴重欠缺的 若農根本不夠 所以是希望全職的農業外勞 可以引進 先請教假日打工秀蓮 讓外勞多一點收入 同時解決農業的問題 為何不可能 其實應該是說 當然農業缺工這個事情 我知道它是現實是存在 可是我覺得還是要面對一個東西 因為現在被抓到 其實都是所謂逃跑外勞 去打工 我覺得他有兩個 他有兩個身份 一個是所謂逃跑外勞 去工作 這就是非法 另外一種是合法外勞 被聘僱到 他可能是看護工 但是他被指派到 雇主的家裡或親戚朋友的農地裡面去工作 那這有可能會被抓到 他也一樣會被罰十五到七十五萬 那我認為假日打工 他最根本的問題是說 他沒有辦法真正解決農業缺工的問題 因為事實上 在臺灣有合法聘僱許可的工人 他不可能離開工廠 兩個禮拜到一個月 這個農忙的時間 不會是一天或兩天 他一定是一段期間嘛 所以合法的工人 他根本不可能自由的選擇 離開他現在合法的工作位置 去到那個農地去工作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是 我認為這樣的 假日打工的制度 他會變成是一個 現在非法的事情被合法化 而這個合法化 對工人的影響是 他申訴的管道被切斷 因為我本來是在雇主的指派下去 我可能不是太願意 我可能覺得非常的累 但是當我去之後 他是來假日打工啊 所以這個申訴的管道 在對工人來說 他到底是自願或是非自願 或是半自願 他這個就會進入 因為這個管道一開 他就會變成在一個 很模糊的地帶嘛 那我覺得比較嚴重的是 我覺得他開了一個後門 這後門是我們現在 已經有非常多的問題是 我剛剛提到看護工 被指派去種田 或是廠工去種田 都有的 因為我只要可以拿到 廠工或看護工的聘估資格 我有這個工人 我就可以幫他指派去 那這個後門一開 就會變成是 現在所謂假日打工 他不見得是六日啊 而且因為我剛剛聽 就是幾位長官的說法 其實是他可能是一段期間 是包含住宿的問題 他們可以解決 所以他就會變成 我是合法的產業工人 那我在一個雇主同意的情況之下 我也願意的情況底下 我可以三個月農用去農場打工嗎 最後變成是這樣的狀況 這個後門一開 我覺得他是變相開放的農業外勞 那我會認為就是說 如果我們正要解決缺工的問題 我覺得真的來面對農業缺工 我提的所謂所謂合法評估 當然我瞭解不同的農產品 他有不同的農忙時間 他有沒有可能是 我們之前都在提個制度 叫做國對國聘股 我們真的台灣作為一個雇主 我們需要多少農工 我們引進進來 我在不同的季節派到不同的農產的農業裡面去 但是他是一個正職的工作 他不是一個三個月的工作 因為我認為這種就是使用一個 有點像我們台灣所謂約聘股臨時工的概念 因為剛剛就是說副署長有提到 我們使用外勞應該是要是補充性的前提 可是實際上1992年到現在26年了 這個補充性的前提早不存在 變成替代 其實基本上我覺得他產生的確 產生替代的效果 而且因為他是低薪的替代 所以這個替代是對 他的效用很大的 不過秀琳我們一個一個來提清 你剛剛講說 不可能有那種已經合法 有正職工作的外勞 可以抽出來一個禮拜 兩個禮拜一個月 專門到農場去工作去打工 假設說因為很多製造業都有淡忘記 可能這時候剛好是淡記 可是剛好農業是忘記 那顧總統反正你在我這邊 也沒做什麼事 那我部分的薪水 就讓這個所謂的農場的主人 來cover掉 你這半個月呢 就去大樹幫他收荔枝 那你的薪水呢 讓大樹來付 那我就可以少掉我的成本 事實上我生產線 也沒在昼夜 這個時候 人力不就解決掉了嗎 對 就是我剛剛就是 我在那個這個簡報裡面 特別特別說 我覺得這個當然 我們要聽起來 他是一個方法 也就是說我解決了 兩 兩個產業的問題 我生產線的淡記嘛 對 一個是所謂製造業的淡記 農業的旺記 需要人力 被解決 但是我覺得 大概就還是 對我來說 我覺得他一個很大的問題是 我們現在臺灣臨時工 預約併庫這個問題難道 不夠嚴重嗎 我們要把這種 臨時性的調配的東西 要再使用到外老身上嗎 就是說我覺得 他可能不是一個 我要不要 我要不要面對農業缺工的問題 而是我們整個臺灣 不管是這些黃昏產業 製造業的發展的問題 人力的問題 使用大批臨時工的問題 因為為了降低我的人力成本 所以我才有辦法 所謂讓產業存活 不過那秀妍 我站在那個立志的角度 就是說 他一年齁 也不過是這十幾天最忙 對 他不可能說 為了這十幾天 聘一個三百六十五天的工人 對我了解 所以我剛剛才會說 他只需要十幾天的工人而已 所以我剛剛才會提說 不同的農產品 他有不同的淡忘季嘛 所以我才會提說 如果我真的要使用農業外勞 某種程度 又要解決整個農業缺工 跟整個產業發展的問題 我才會提一個是 國家作為僱主 我把這批農工引進進來 那什麼農產品 他什麼時候淡忘季 他是知道的 所以我讓他在不同的 譬如說我這三個月 我就去大樹幫忙處理立志 那我下三個月可能是 因為我都很不熟 因為是芒果的忘季要來了 我就轉移到去到那個 這個所謂芒果農的這個區域 可能沒有換 可能人間之類的 就是說這個東西 因為不會只有水果 因為我知道很多 這據我知道 真的非常多的淘寶 我知道你的意思就是說 讓國家讓政府擔任 所謂的管理仲介的角色 對然後這個月他到大樹 去採立志 下個月到哪裡 但是錢呢 是跟政府拿 管理是政府來負責 對因為我認為開放農業外勞 包含就是在談說 外勞喜歡賺錢 所以這有什麼不好 但是我覺得他勢必 還是要面對更後面的問題 是我們不會去討論 要不要改善低薪的問題 我們不會去討論 要不要改善外勞中介費的問題 但是我們會拿外勞想賺錢 來說那他們可以這樣被吊敗使用 那我會覺得這樣的談法 他沒有去面對到真背後 這個結構的問題 鄭大哥你在農業的食物上 為什麼會認為外勞是一個解決方法呢 因為我們就是屬性 我們的東西要收沒有人 沒有人 我們一年 乃滋 他的循環就是一年 比較先一回 對 一年先一回 你不可以收起來 除了比較慢 一天十塊以外 你等到他成熟 到來的時候 你不收 就是我的肚子給你看 放在那裡 對啊 我的肚子給你看 這是 都是 都是心血 是 但是外勞 有辦法解決你的問題 你屬性說 他一年再來 你這裡做一天 要怎麼收 他也不知道 每個人都不知道 不是幫倒忙嗎 這是一個可依靠的勞力嗎 當然 當然 勞力 我們會規劃嘛 農場所也會規劃 你應該可以做什麼事情 他就是要做什麼事情 你應該會收一下 所以說應該要有勞力的人啊 所以教育性力就是 比作農費 或是管政府 或是中央要來扶植 這也是可行 只要可以解決問題 訓練的問題 都可以看哪一個單位去處理 為什麼雲林這麼認為說 外勞是一個解決方案 主持人我們這樣看 農產品農業 剛剛主持人在說的 不等人的 你要栽種 你要收成 他都不等人的 你剛剛我聽北農董事 說小黃瓜 都長成大黃瓜了 你還賣不掉 因為剛剛去看農民 有個農民嘛 他更除掉嘛 他明明就可以收成 因為先是真病嘛 住院回來沒人嘛 所以可以收成的東西 扶掉 他的東西沒辦法收成 扶掉 隔壁怎麼不正 說他就不敢好正啊 一副是不敢好正啊 一副是沒有辦法收成 扶掉啊 農業敢要把它放這樣嗎 如果政府有感覺說 這個嚴重性 事在人類 什麼事情都解決了 如果不覺得這是嚴重性 什麼事情一一就解決了 我感覺是這樣 為什麼我要這樣說 二月五號 雲林一個大車禍 二月五號那天冬四時 冬四時三點晚 剛才要滾離那時候 一台大車禍 對 頭頂 一台大車禍 農工 幾歲 我跟主持人說 七十八歲 七十五歲 七十五歲 七十二歲 阿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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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十九歲 六十七歲 六十六歲 六十五歲 加起來 十八人 都六十五歲以上 大家都退休了 我們的農工 在那個當下 這地沒有遮棚的貨車討定 通常 沒工 讓人拜託來收錢 這個不嚴重嗎 那場車禍 好像還有兩個奶奶 不幸去世 是啊 一個比較年輕 那一個 大概是七十七十幾歲 阿嬤 阿嬤 是 這是農業的希望嗎 我覺得 這個 這個不是在 餘養天年的 的年歲了嗎 當然啦 但是 我們換個角度想 室室如果外路 他本來在工廠 或是說 在人家的家裡面 做看護工 然後到雲林 然後也許他覺得說 這裡的薪水 反而比我原本的 還好很多 或是這才是我要的 結果他就變成逃逸外勞了 或者是說呢 他到那邊 這個農 農事很忙 很累 壓力很大 然後發生什麼樣的一些傷害 又或者是說 一百六禮拜 萬日子 萬日子 萬日子很疼很疼的 假裝工廠 去工廠 去創那個plus 或是那個plus 或是什麼 去抓到手 這個植栽 這會不會清掉 管理的問題 當初是因為我們希望四半農業外勞 一直卡到 一直卡關嘛 所以才 你想說 最快的方式 就是現在現況 現狀 就是有這些廠工出來 到三天這裡 那現況就是這樣 是不是 就現況來 來解決問題 是最快的 是最快的方式 當然有很多可能 但是如果真的要做 可以做得比較幼 可以去盤嘛 專職的農業外勞 對 當然是啊 專職的農業外勞 也不用講說 他會不會做 看護工來的 剛開始也不會 他到最後也是會 他也是要經過分農 我覺得那些都太多 他會好做 沒好做 我覺得太多 那本來就有一個機制 只要願意開放 就有一個機制 可以做 政府當然會考量很多 要開放一定會說 這個法令不對啊 那個執行會有問題 但是不開放 其實現在問題也不小 不是說你蒙著眼睛說 現在呢 就沒有所謂的非法的農業外勞 非法農業外勞 到處都是 而當農民們 他收入真的很少的時候 找一個外勞來做的話呢 被抓到罰十五萬 現實的問題 真的可以蒙著眼睛 就當作不存在嗎 我們來看看 採收期一到 農民的手沒停過 雲林的賴性老農 種兩甲地的柳丁 要如期採收 不但要提早預約工人 找到的工人 在平均年齡超過七十歲 但碰上缺工 只能收多少算多少 雲林一年約六千人次的農業勞動缺口 加上有八成的農業人口超過六十五歲 讓部分農民挺而走險 非法僱傭外勞 因此光是去年就查獲超過兩百名非法農業外勞 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在全台最大的茶產區南投 去年專情隊在南投一間鐵皮工廠內 查獲二十七名非法外籍人士 都是查農請來準備採茶的 專情隊指出去年在茶產區查獲的非法外籍打工 大部分都是逃逸外勞或是以探親為名義的大陸人士 少數是以觀光名義非法打工 不過一旦被查獲 每僱傭一名非法外勞就開發十五萬 這麼高的金額 農民根本難以承受 為此雲林縣和南投縣幾乎開放農業外勞 希望藉此解決長期以來農業缺工的棘手問題 我們還是從片段的資訊來看看 現在存在於農田間的這些非法外勞的問題 有多嚴重 雲林縣說二零一七年推估 至少有兩百個個案是非法農業移工 這是有抓到的嗎 那沒有抓到的 還是說抓到的 今天覺得很可能的 就是真之眼閉之眼這都不算 有抓到就兩百多個案子 二零一七年因為聘僱非法移工 罰多少 罰兩千萬 有兩千萬是罰在臺灣的農民的頭上 那因為就業服務法 你只要聘請一個非法的外勞 就最少罰你十五萬 聘越多或是次數越多 當然罰得越重 南投的情形呢 在今年一到九月就查了三十件聘僱非法移工的務農 十一月仁愛鄉查員呢 查到十五個非法移工 十二月呢 竹山查員呢 也查到越南呢 說要來關工 結果是來打工 兩個工不太一樣 關工便打工 一個人一千可以賺兩千元 說實在啦 這些查農會說 我當然也要給台灣人賺 台灣人不來賺 我要怎麼 我爹也是要賺 採查過程中呢 這個採查工呢 有將近一成呢 都是假觀光 真打工 高雄情形也是 高雄呢 在一六年九月呢 美農查獲說 聘請八個預期拘留的非法移工 才什麼呢 才野連 然後呢 整體業者說少了三分之一的人力 使得野連出貨大減 我們來看看 為什麼要罰這麼重 舊府法講說呢 你沒有經過合法的申請呢 這些外勞呢 不可以在台灣工作 違反的話 外勞喔 外勞要先罰錢 罰多少 罰三萬到十五萬台幣 而且呢 馬上出去 不可以再逗留在台灣 這是外勞的部分 那老闆呢 雇主呢 也是一樣 抓到呢 就罰你十五萬到七十五萬 那如果說沒改善呢 還說你之後呢 就不能再找外勞來 我再請教一下副作 罰則不能算輕 至少對農民來講 這是太重 對於工廠的雇主 那是另外一回事 對於農民真的很重 難道不應該解決嗎 我剛才其實也有提到說 確實台灣就是兩千三百萬人口 就是多一個 也沒辦法多 多出來 尤其現在生育率這麼差 那外籍勞工的一個引進 其實我們一直一直嘗試著用任何的方式來溝通 不管是從早期講的完整全職的一個農業外勞 到現在整個的中間過程還包含到所謂的合法外勞的假日打工 到現在其實我們又談到了度假打工的一個方式 就是希望說 所有的一個方式 在可以不動到修法 就可以達到這樣子的一個合法性的 就顧慮到合法性的時候 希望說這樣子的一個方式來盡量滿足農業缺工的一個需求 那這個是當然是想了很多的方法 因為很多的法規確實不在農委會的一個全責範圍 所以我們也只能用溝通的一個方式來進行 假日打工確實問題會很多很多啦 不管對農民來講 對外勞的工作權益來講 甚至對原本那個雇主的管理 以及責任分配來講 都會有很大問題 那能否農委會去跟勞動部溝通 是否我們現在其實外勞專職投入農會 就是抓魚的漁船可以嗎 還有屠宰業 屠宰業可以 但是除這兩個以外 通通都不準 我們可以開放專職的外勞嗎 早期在外勞的一個引進 同意引進的一個原則是 所謂的3D產業 就是第一個要危險 第二個要辛苦困難 就deep coat 第一個是dangerous 第二個是deep coat 第三個就是要 dirty 就是 骯髒的一個產業 就是當時就是只開放三個 所以才會開放屠宰業 跟那個海洋雨 然後這個這兩個產業 那目前其實也都還在觀望它的那個 其實像乳牛產業 因為乳牛產業是套炸 大概三點就要起來 是 起來炸乳 全天幾乎是沒有辦法 大概就只有中午的時候 可以休息一下 要不然的話其實全天 大概都是有工作的一個需要 所以其實乳牛產業也一直希望能夠開放 農業外勞的一個部分 但是這個部分 他可能有涉及到國家安全 跟國與國之間的一些政策 目前是沒有 乳牛奶 擠牛奶 為什麼會有國家安全問題 不是說開放 多開放一批的農業 我們再更開放 對 可能會有國安問題 對 那我剛才也提到 就是說中間過程 其實想了很多的一個方式 那目前就是想到的 第一個就是剛才講的 度假打工 國與國簽訂 就定額的一個 度假打工的一個方式 讓他去做一個農業工作的 就很像我們很多年輕人 到澳洲度假打工 現在我們要吸引東南亞的 對 對西南向國家 包含東南亞國家的 年輕人 對對 那另外還有一個就是 阿南港又英 那這個就是還要再談 那如果說真的到最後開放了 也許政府透過政府的一些 補助的一個政策 讓這個 讓他的那個外籍的 人到臺灣來 願意比較 手跟他們大手 就最後要一千塊 如果來個兩三個 那能幫什麼 這個數量 當然透過國與國的一個 簽訂的合約 那這個人數可以去談 那另外一個就是 剛才也有人提到的 就是外籍配偶 的一個親屬來台 讓他待久一點 讓他也可以去合法的一個 有一個合法的一個工作權 但是這個都是要需要 在合法的一個情況之下 說真的 政府也不願意做 所謂的 非 非法的一個 那個非法 然後來合法化 這樣子的一個工作 那這個 目前確實都是在 正在洽談中 不過處長 我請教你 剛剛秀蓮談的一個 很清楚的說 長期來我們都希望說 外勞只是暫時性 補充我們的人力缺口 可是這個暫時性變成永久性的替代人力了 你難道不擔心說 如果我們開放外勞 不管是專職外勞 或者是假日打工的外勞 本來這些工作呢 應該是台灣人在做 這些技術呢 應該是台灣人去取得 結果一開放之後呢 本來台灣人的工作 因為這個政策 而通通都變成外勞的工作 會不會這樣 所以我們一開始 就希望是用器材嘛 我們就分任官員 都選到一些 比如說像塞蕾 塞蕾是菜窟 他每天都缺工的蔬菜 產業 夜菜 我想農委會委託的 那個調查裡面 就是夜菜類是缺工 缺最嚴重的嘛 只有百分之九十的人 說他都缺工嘛 這個數據上都出來的東西 那政府不解決嗎 那解決我們說 那就事辦嘛 對不對 你不開始 你就沒有檢討的機會 你就沒有修正的機會 那等多久 事辦的概念是什麼 事辦就是我們勞工處 勞工處已經跟塞蕾 上農會已經說好 已經有拿一個事辦計畫 是想要由農會來做主體 就是他派工的觀念 農會去申請 農會來管理 農會做人力派遣中介公司 對對對 他來調度 農會願意這樣做 我感覺這是大家鼓勵 但是也是卡在勞動部 跟農會 目前卡關了 鄭大哥 你的想法是怎樣 屬於農業 我們走不走 我們只好靠多路 屬於農業 就是不一樣 好 要滿足他們的訴求 欠工 當然 不管什麼方式 只要有 人幫我們做 我們都是 我們都是願意的 我們都是接受的 是 就是 如果 不管是僵持 或是說有長期的 有這個單位 要管理這些 這些外勞 或是說管理這些 這些 用什麼方式進來的人 都 對我們基站來說 都無所謂 不過我們就是 需要人嘛 需要把我們這些 辛苦的東西收起來 這樣 不過我舉 我之前很久以前一個例子 很久以前 我們一直在談中國議題 那我們固定跟王丹 那個六四天安門 那個民運領袖 他要嘛 來我們上我們節目 要嘛 我們跟他連線 之後我們要報仗的時候呢 包括我們公事 還有其他的這些 政府單位 你有沒有申請工作證 為什麼要工作證 因為他是外國人 那他來台灣工作 他就搶了一個台灣人的工作 所以你必須所有的事情 都做好之後 你才可以邀請他來上節目 我就想說 全世界有第二個王丹嗎 王丹能搶了台灣 什麼樣的人的工作呢 因為他就是為己的 這個所謂的民運領袖 我從這個例子 我也許請教一下 副作或是在座幾位 第一個 我們現在台灣農業缺工的問題 是不是說我們 培訓不夠 環境不足 給的薪水太少 使得台灣人不做 如果我們可以讓台灣人做 我們是不是不夠努力 第二個問題才是說 如果我們都做了 你也真的不可能一天工資 從一千二變成兩千三千四千 因為那完全不符合現實邏輯 而如果是這些工作 確實沒有任何的台灣人要做 為什麼不再去思考外勞 來去解決農業的問題 我們來看看 外勞是否是現在 要來解決台灣農業人力困境的 最重要方法 四十三歲的黃孫華是福州來的外配 哪裡缺工就往哪裡去 三十一歲的外勞阿達 來台灣工作已經四年多 每個月大約能領兩萬多薪資 現在聽到未來放假時 也許能到田裡打工賺錢 他說若是合法 他非常願意多賺錢 對於外籍配偶來說 打工賺錢養家無可厚非 但外勞假日要打工 原雇主不一定同意 勞工團體也擔心 假日再打工 是否喪失一粒一修原意 缺工真正的問題 背後缺的不是工人 缺的是廉價工人 所以他在用 現在製造業外 這一批去填補另外一個廉價工人 而且是一人做兩件事 陳秀蓮認為 外勞假日打工 是把不正規的就業方式 從本勞擴大到外勞 是大開倒車的做法 秀蓮我就是剛剛那個問題 如果說我們真的很努力很認真 而且現實我們真的也不能 怪那些農民說 你生日賊沒人 你如果要兩千賊人 你不要用三千賊人 這種講出來會被罵死 說我再賺多少 我一天三千賊人 我要把他打工 如果我們真的做了很多 而勞工的缺口還是那麼大 是 在一個有效管理的 譬如說地方政府願意出來 譬如說農業願意出來 甚至如果中央政府願意出來 開放專職的外勞 不行嗎 如果講農業外勞 對於我們協會立場來說 其實當然希望在一個 您剛剛提到的 在很多前提努力之下 沒有辦法解決缺空的問題的時候 當然我們認為應該開放全職的外勞 或全職的農業外勞 而不是用現在在談的這種 假日打工的方法 去讓這樣的人力在雇主之間 或是在政府或各縣市政府 不明之間去流動 我認為這個對公共來說 是其實剛剛不同人 都講到很多問題 執在的問題 工時的問題 這個他會 我覺得他對我們台灣 整體的發展是沒有幫助的 而且我認為 當然缺工背後 我剛剛也說 就是他確實連假工人 這個連假問題 他如果沒辦法被解決 其實我們就會看到 從一六九二年開始的 製造業工人 到現在我們開始談 一開始就談漁工 談農業工人 其實是一樣的 我們都認為他可能 只是解決一個替代的問題 一個所謂缺工或是季節性 補充性的問題 可是這個為什麼要被補充的背後 這個脈絡沒有被解決的時候 他就會變成是一個替代的問題 所以我們製造工人 我們從以前一開始一年三年 到現在十二年 到現在總共加起來 韓康工工六十七萬 這絕對已經不是一個補充的問題 所以當然農村人家牽涉 是農村老化人口老化的問題 整個農業發展的問題 我覺得那還是去談農業外勞 的時候 我們去認為說 他可能只是現在幫我們一個忙 但是我們都知道 不可能是這樣 因為從九九年到現在 我覺得這個歷史是非常清楚的 忙一幫就是幫一輩子 就是不要說這個外勞的一輩子 是這個產業 他到最後就是要靠外勞去支撐 是 那如果我們真實要面對這個問題 我認為不要去用一個 臨時的方法去面對他 就是說不要用一個 我覺得講這個我覺得 假日打工這個事情 就是會變 對我來說我覺得 他是一個很不正規的方法 是我現在好像沒有路可以走了 所以對我來說 現在就是有些廢話打工 我就叫他來 工廠的假日來 撿到籃子就是菜 對 那為什麼我們不真正好 我們不真正真的培訓 所謂正職的農業農場農業工人 真的不管是技術也好 或是說他的 然後讓他變成熟熟的工人 我們要不要正規的面對這個問題 我覺得那還是真的解決農村 發展農業缺工的 這兩個問題就要請教副作 一個就是說 那個所謂的管理的這個問題 我們是不是真的已經做了一切的努力 如果說農委會對於開放假日外勞 或是專職外勞農業的這部分 還有一些保守以及疑慮的話 那到底農委會打算怎麼做 去解決像是鄭大哥的問題 像是雲林的問題 我們來看政府的農業缺工對策 現在說一百零五年農業就業人口 有五十多萬人 那未來人會越來越少 還會有十一萬個人離農 短期目標是要四年培育一萬八千個青農 每年要再招募一千五百個農事人員 不過這個數量可能真的很少 而且一萬八是不是可以培訓得出來 再來一個疑慮 具體做法是什麼呢 拓增農業的勞動力 農集團 農業更新團 就是有點像農業的遊牧民族 到處去幫人家收成等等的 短期大量勞力的供給 包括假日農夫 青年打工 外國人的打工度假等等的 也包括說人力的需求 可不可以用像是AI 或是其他什麼農業四點零計畫 來導入 這個能解決問題嗎 這樣子 我跟各位報告一下 第一個事實上 我們在人力團的一個成立 去年當然可能執行 從半年左右的時間 我們去年是成立了三十七團 那這三十七團 雇用的將近八百多個人 人員 那這八百多個 因為我們其實不要看八百多個 八百多個好像很少 可是事實上 如果是面對所謂的季節性的缺工 也就是說剛才您講到就是說 他可以今天是在這個地方工作 明天到那個地方 透過派工的一個機制 事實上他可以調到區內 或者是跨區的一個工作 的一個廠裡面來做一個 這個就是你說一百零六年三十七團 的人力團 八百多個人 對 我直接請教 像他們五月 如果要收 你們可以提供多少人力 其實這個要靠各個地方 比如說像雲林縣政府 我們也很感謝林處長這邊的幫忙 去年事實上雲林 只有成立七個團 那今年雲林縣政府 其實成立了相關的計畫 總共提了二十八團 那就可以至少不敢說全面來解決 但至少有效的改善他雲林的一些缺工的問題 那高雄去年是提了兩個團 對 那今年是總共四個 那我們也希望說高雄 如果有這樣子的一個人力的一個需求 盡量來提供這樣子的一個計畫 那我跟各位報告 其實我們 包括農業技術團 就是剛才講的 可能是減資 可能是嫁接 那個比較有一點技術門檻的 那個叫技術師 那這個我們其實政府提供的 包含交通津貼 就業獎勵金 還有務農的一個基金 總共大概一萬一兩萬塊 那如果再加上他可以從雇主那邊得到的一個薪水 事實上去年最高有人拿了一個月是四萬多塊的薪水 對 那當然更新團是比較低技術門檻的 那我們也有提供了就業獎勵金跟交通津貼等等 那我們就是希望說還有包含專業團 像去年有成立的茶茶葉的茶葉的團 還有乳牛的試育團 再加上學生打工或者是人力活化等等的相關的一個工作 那這些真的都到最後都沒有辦法解決 沒有辦法解決農業缺工的問題 那當然就是到最後才有就會談到 真的是開放所謂的全職農業外勞 農業外勞之前 政府現在打算做一件事情 專職的臺灣人自己的農業本勞團 對要來去做人力的應援 對哪裡缺人我這裡就過去 就有點像遊牧民族我們來看看 這一套制度是不是可以解決 現在農業人力的困境 是不是可以不要去聘請更多的農業外勞 來看看 農村人力老化勞動力不足 政府想了各種方案 但是仍然解決不了 有年輕人購買上百萬農機具 組成代耕團隊 從南到北大面積集體耕作 專業代耕代歌漸漸形成風氣 但是要花幾百萬買機具 也不是人人買得起 為了解決農業缺工問題 農委會招募農業技術團 評訓 經過兩週密集課程 包含高階梨 葡萄 蓮霧 芒果枣子 等作物的栽培技術 選出九十名成員 在台中 高雄 屏東三地 派工給有需要的農場 兩年內 每個學員每個月 最高八千八百元的獎勵 物農基金一萬元 交通津貼最高三千元 共有兩萬一千八百元補助 每個成員一個月收入 估計可以達到五萬元左右 但是有些果農覺得不太認同 雲林縣農會去年七月成立 農業勞務調度平台 全縣分成九個小組 每小組有二十位受過訓練的農耕士 全縣有一百八十名農耕士 但農業工還是嚴重不足 有 處長如果是說我們台灣人自己來做一個人力團 來去解決人力的問題 做不夠嗎 這是沒人啊 那如果政府還補助 中央和地方都補助 在雲林縣政府的立場 在農業外老 不開放之前 雲林縣政委說 也不能說都沒有做事 所以我們就用農委會 聘用我們自己奔國的人力的這些政策 我們就請全力來做 請全力來做 我們兩個就是更新團 他是勞保制度的 那我鼓勵農回來者 透過農回來 探這個機會 來盤一下 農業究竟缺多少工 因為農業缺工狀況跟企業缺工狀況 的盤 因為在廠工他有登記 他可以到那個就業服務中心去登記 所以非常的精準 是企業缺了多少工 但是農業 所以大家說欠多少 說不出來 但是你四處都有聽到缺工 所以我們今天鼓勵農會 雲林縣的農會 就扛起這個責任 就是那個更新團 雲林縣有九個農會 也願意進入 然後就是用這個制度 讓農民來有缺工 來農會登記 那可以很精準知道說 哪些作物或是他什麼時候缺多少工 就是跟那個勞動部的那個就業服務中心 一樣的那個 是 那個機能 應該建立起來 是 由農會來建立 是 那因為現在的更新團是 就是 勞保制度的 那勞保他比較沒有彈性 所以我們也利用 人力活化團 就是有農部心分的人 我可能是五分地 我不用全年度都都在田地上 我有些工 我可以出來幫忙 也用人力活化團 有我們農會 我鼓勵二十個農會都來做 把這些農保的人力 再盤出來 然後再去做派遣工作 鄭大哥還是副作 我請教我們可不可以是這樣 是以農委會現在就在推的 地方政府也在做的 農心團 農技團 這一種為最大的主體 然後到處去支援農業的缺工問題 是 真的不夠 再讓專屬的外勞 加進這個農心團 農技團 壯大這個政府所掌控的 這個人力組織 而不要讓他四處到處亂跑 這樣這樣不行 對所以我就說 我們現在是集我們的努力 包含剛才講的一些人力團 然後再透過農機的農機具的一個應用 剛才講到的帶耕 他一個機器 最多可能可以取代十個人力 這樣子的一個使用 就是所有的這些措施跟計畫 全部都竭盡所能 到最後 如果真的是必要的時候 要開放外勞 那我們也只要去面對 就要去跟老公部講說 要申請外勞 對 我的意思是這樣 現在目前有農耕群團 其實我們大船 那個農耕團 第一團 我們就行簽 我們就主動去組織起來 是 這個團 我到目前為止 我覺得不錯 他們大船最起碼有 就是機械化的工作 三十人 或是說三十五人 是 可以在我們大船 來搭手 尋回的機器 還有 我是希望一團三十個人 對盛產 農藏品 在盛產的時候 真的不夠 這九牛一毛 你們在提 我是希望說 那就強制 每一個鄉鎮都來組團 對不對 然後互相來支援 你們忙的時候 你們自己的農業自己救 對 救不了再請外勞來救 其實我們現在有一個 換工的一個機制 就是我提到的 我可能台東的青農 有一團 然後我在這個時候 季節忙完了以後 我覺得 客家人叫交工 對對對 我們叫換工 對 用換工機制的 就是剛才講的 自己的農業自己救 寫出愛心的愛 小心喔 好丟臉啊 不要回去準備失敗感言了 因為你想下面寫個有 是因為 因為愛 就是有個男朋友 所以下面有個有是吧 有 你懂我 我不想懂你 這就是緣分 你不想懂都懂嗎 一字千金 帶您領略中華文字之美 台灣地震威脅不斷 行政院祭出四年六十億 要協助老屋健檢 三十年以上老屋全台超過 三百六十八萬戶 如何能夠全面健檢 從地基土質 結構到建材 如何提早發現房子有危險 從自力檢查快篩 到耐震評供 要注意展現細節 一旦發現問題如何補槍 能有經濟實惠的防震措施嗎 周恩就發表難不堪講 台灣地震無所不在 如何給自己一個安革國家 精彩不間斷 時間自由選 地點不極限 網路影音串流 讓你娛樂隨時有 公事家戲劇系列 我要做Gueliting Amputation 市長只有我們兩個醫師 怎麼樣做不做 熱門跟播經典重現 最長漢的追劇神器 公事家紀錄片系列 好痛 觀點獨立 一體跨界 最多樣的紀錄片平台 公事家兒哨系列 好痛 智慧知識的能量 有沒有比較穩定了呢 嗯 有比以前好 輕鬆學習 多元思辨 寓教娛樂的兒哨天地 公事家4K超高畫質系列 4K經驗 好事無限 最超值的家庭劇院 馬上搜尋 公事家 大規模農作餵飽了人類 但大量噴灑農藥 卻也令人聞之色變 我們知道 生理性的控制 其實是一種最好的方法 對抗甘蔗蟹蟲 像是利用赤眼蜂 對抗甘蔗蟲 澳洲甲蟲 消滅加州甘菊園的藉殼蟲 如果能做到的生物 你不必須使用藍蔗蟲 週五晚間十點 公事主題之夜 寵寵刺客任務 新的製作